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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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看股票到明年再破頂 破頂的意思就是會穿回今年高位 高位是12個領 所以基本上你什麼位買呢 其實就不太大問題 就算你說現價這些位買下去 你說短線會不會壓低幾價給你 或者可能壓回到10元 這個都是很難猜的 就是短線波幅你要捉是相當困難 特別現在的市場每天都發到 現在這麼離譜 基本上你猜不到 所以我就覺得不用太執著買入價位 當然你說見到它 可能過去兩三個星期 才有這麼多上來的 你想可能貪便宜一點 等它跌回到10個半樓下 或者10元邊才買 都有機會見到 但這件事是保證不到的 這個問題如果你的市場 這一下真是叫做見底 那些錢開始即時要買東西 是推上去的 那這些股份 一樣是可以再夾多一陣 所以問題是你想著等低位買 你有個風險 就可能會錯過買入機會 但如果你說這些位買 就算短線 你遇上去有些整固的 但我相信跌幅 未必說真的太大 如果你說下年基本面 或者政策面 都還是向好 那是保證的 基本上你這些位置買的 差別都不會差很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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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